到底有沒有變串燒呢 歡迎來到我們超人燈彈力未能的一個最終試練 那我身後的這個是一個測速器 那所有的弓箭或者是十字弓呢 或者是複合弓呢 在出廠之前他們都要經過這樣子的測試 就是要測它出來的強度 它的穩定度 或者是測出它的組裝跟生產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符合他們自己心中的那個 HIGH CLOS的標準 很重要 有的時候不是消費者很重要 自己心裡過不去 更重要 我現在很煩惱 我怕這個棒數太大我拉不起來 阻人一顆棒太強了 這個目前大概180幾對不對 185磅 185磅 但是剛剛在拍片前我們已經射了幾隻弓箭 我現在手有點痠 弓箭大賽完在做這件事情 其實是蠻野到的你知道 然後我們用力的把它拉起來 一緊一鬆 這樣沒有到嗎 還沒 開一轉 咦 開會上去 開會上去 再拆一點 再拆一點 韋哥換你 韋哥 有沒有 卡卡 喔 要開喔 好對 然後下一個步驟咧 就把我們的箭 然後 把它直接放到最底 然後都準備好之後咧 開保險 3 2 1 415 415 415 這個是 feet per second 所以換成時數的話大概是400 就是feet per second嘛 所以你要先把它轉換成meter per second 對 轉換完之後 乘3600 3000秒 再除以千 因為它是meter變kilometer 所以那總共換算回來是幾公里呢 455公里 455公里 大概高鐵在跑 然後可以追上它 可以啊 我們現在出速度有了 大概應該對於它的速度跟力量 有一個一定的標準 那有了標準之後 我們就要來開始射好玩的東西 射什麼呢 劉備 秀 瘦太太力 好我先走了 拜拜 3 2 1 這樣子 好我們到我們的試射場 好 現在我們非常快速的來到我們的試射場地 好 這顏色怎麼跟我車門一模一樣 對啊 這跟你的車子是一樣顏色 顏色的車門 所以你要射我的車門 不是 這是跟你一樣顏色的車子的一樣的車門 所以你要射我的車門 對 我要射你的車門 我不要 新買的耶 你不會想要知道 到底能不能射穿車門嗎 我想啊 可是 知道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射 不是不是 到底時速455公里的箭 能不能射穿我們實體生的車門呢 也就是說 當實體生他開在路上 駕駛他這台車的時候 我們拿十字弓射他 到底能不能把他射穿呢 那你每次拿公射我幹嘛 好 那我們話不多說 就來進行這個一定會被黃標的影片 3 2 1 2 1 2 2 2 3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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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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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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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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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今天派出的是最強的弓跟最強的盾 星牛盾嘛 世界有名最強的防摘手機殼到底會不會防十字弓呢 於是我們剛剛在休息的時間跑去買了20個星牛盾的手機殼 噔噔噔噔噔噔噔 我們用大力调把他捏起來 究竟最強的弓能不能挑戰於最強的盾呢 我們在日本節目開始之前 通常都會有一些老闆的叫囂活動 這個不用比了一定贏的 那我們星牛盾的老闆呢 其實星牛盾根本沒有要參加 我自己幫他報名 我自己幫他報名 我自己幫他買了20個手機殼 我搭ıı Again computer 坦白說我不確定他現在有在忙 好我就會想了五聲 好沒關係我們叫小活動等一下再繼續 我們先設完 我們再看他用什麼樣的嘴臉去對這個老闆 我個人覺得他不一定會輸 劍橋大學的材料博士 誰是他的學長 還有誰 牛頓 牛頓 開玩笑 究竟這些學長的學弟 製作出來的商品 能不能戰勝超越高鐵速度的十字空呢 最強彈性未能 對決最強防禦器商品 咱們就開始 我就穿一半 可能不會全穿 因為他背板還是板 沒有 一般人的想像都是硬碰硬 犀牛頓的做法就不是 利用材料 彈性 動人 打過就是動人 所以你擦 你覺得誰會贏 我擦犀牛頓 你擦犀牛頓喔 你擦什麼 我擦 攻 我擦男性未能 你擦男性未能 我擦男性未能 我覺得 犀牛頓會贏 我覺得 你贏的那個條件是什麼 穿一定會穿嘛 全穿 全穿就是穿弓 那個 你的那個車門板 全穿 都全穿了嘛 只要他不是這樣穿招穿過去 那就是新的頓贏 來準備好了 好開設 那我們let's go 來囉 最強的弓 對上最強的盾 1 3 2 1 1 1 燈燈 到底 有沒有變串燒呢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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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欸厲害 欸你聞這個味道 燒焦味 你看他在發燙 他在發燙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煙 他燒起來耶 大概到第5個 我看一下我算一下 好啦我們來為大家看看這個盾 他到底擋下了幾層呢 裡面是空心的沒有手機大家放棄 2 4 5 6 7 他射到了第13層 最後一層 有一個小小的點點 所以犀牛盾的 10層就超越了汽車鋼板 最強弓的老闆覺得怎麼樣 還蠻划算的啊 一隻弓大概多少錢 13個 他們13個犀牛盾的 殼一個大概是900多塊 老闆想要換 老闆想要亂動動 這個別的頭 我們就下次下一集再拍給大家看 這算也是展開了我們新的系列 就是台灣有非常多厲害的公司跟工廠 然後他們總是挑戰著世界舞台 我相信還有台灣有非常多的公司 跟很厲害的工廠 都把他自己的產品做到極致的最極致 所以有機會的話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系列 你可以按喜歡 那我們如果收集到夠多 就是幾萬個讚的話 那我們就會再繼續拍這樣的系列 找出厲害的工廠 厲害的產品 然後去做他們的頂尖對決 然後去做他們的頂尖對決 這超認真少年 我們下次再見囉 好可惜我們開始做超認真的時候 疫情就爆發了 不然我們可以在一些特殊的國家 拍攝組裝一些大家更有興趣的 彈性未能物件 那應該不算彈性未能 是彈性未能 應該算是化學能轉動能 然後經過我們那個拉床那一集的特色的東西 日常用品 對 在美國買那種東西 就跟買可樂是差不多的方便性 我先幫你收好 把他那個姿勢 剪一下片就好了 哇大哥已經懂了 維哥懂了 維哥已經懂片怎麼拍了 他有時候都在發我 這樣以後維哥就可以嘴巴說 我幫他撩不起來 我幫他撩的 剪接啦 各位我們上次全賣完的超認真周邊商品 又上線囉 喬事情的兄弟茶 莫名其妙的小玩意兒 大家都可以到我們的連結商人去購買 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 依然超認真囉 拜託